记得那一栋楼层是共有四楼的公寓 我家位在三楼每个楼层有两间住户 也就是说整栋楼层共有八户 每户三房两位一厅一厨房 记得那时整栋公寓都有住户 而住我家隔壁的那户邻居是客家人 常常会听到他们家传来克拉克拉的马甲声 不过多半都是在亲朋好友来造访时才会开桌就是了 记得那天堂哥跟堂姐还有伯父伯母来家里做客 那晚伯父他们一家就在我们家住了一晚 堂姐是跟我急着一起睡的 在我们准备要睡觉时 因为我超爱听猪精灵的故事 就拢着堂姐说一些 有关猪精灵的故事来助眠 那晚我跟堂姐聊到很晚时 突然我听到 我就整个人安静的下来 想说什么声音啊 耳朵好痛啊 伴随着 是不是听错了 我眼睛睁开 我眼睛睁开用力听着 一动也不动的保持安静状态 可是伴随着堂姐的故事声 实在听不清楚 好吧 把眼睛闭起来 专心听听看 至于堂姐当下说了什么故事 诠释了什么 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只是觉得耳朵一直想着 和某种频率声 过没多久 堂姐故事说完了 她以为我睡着了 也就默默的睡去 可是那声音 确实一直持续着 直到天亮 应该说是 直到凌晨四五点 那个怪声音 才慢慢消失 是慢慢消失的那种 因为那时 我也觉得疲倦 感觉身体越来越沉 越来越沉 慢慢的 无一时的 睡着了 天亮了 起床了 堂姐叫着我 哎 烦耶 我直接就回嘴 因为实在是太困了 我扯着棉被 转身继续睡 怎么 你昨晚没睡吗 堂姐 有点生气的问道 嗯 我简易回复 你不是很早就睡着了吗 在我故事 还没说完前 堂姐 没好气的 再次问道 姐 我跟你说 我立刻快速翻身 拉下半盖在脸上的被子 用力睁开想睡的眼睛 碎眼轻松的看着 眼前生闷气的堂姐 问她 你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频率和麻将洗牌的声音啊 没有啊 什么频率 什么洗牌声 堂姐用一种认证到一个不行的表情 略带不愿问着我 而且 还一直对我用一种 你该不会又怎么了 用那紧张到不行的表情 实实的望着我 姐 你在做什么啦 不要用那种诡异兮兮的表情 盯着我看啦 真的很不舒服耶 你傻诡异嘞 昨晚你在我故事还没说完 就睡得跟吃死猪一样 嘴巴还开开的 发出像洗衣机启动时的声音 空隆空隆的 不要我说 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就你发出来的声音啊 你都不知道 说有多吵就有多吵 我连续把你的下巴 往上抬了好几次 无论怎么抬 还是一样合不起来 你还是开得跟蓬烫一样 说完后 堂姐好像在偷笑 笑什么 我撇了她一眼 没有啊 你没感觉嘴巴里咸咸的吗 没有啊 哦 堂姐又偷笑了 然后随意回了一句 快说啦 什么 又是频率 又是什么麻将洗白身的 你究竟听到了什么 堂姐这时 一脸严肃的盯着我说道 就 你知道我们每次念慰热闹症 不是都会悄悄大开路同落吗 就是那种尾音啊 一直一直嗚嗚嗚的 而且还伴随着 咳啦咳啦咳啦 像是洗牌的声音 可是明明就很清楚的 在耳朵想着 不对 是耳朵里才对 嗯 但又很像是 直接灌入老门里的那种感觉 可是又好像 是隔着厚厚的一道墙 像是隔壁船来的 唉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形容 总之声音就是一直持续到四五点 才慢慢的消失不见 是慢慢的那一种哦 因为我就是在声音 完全消失后 才慢慢睡着的 那时我用眼珠瞄了一眼闹钟 才缓缓睡去的 当时全身只剩下眼珠可以动 你都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 一直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一直不敢乱动 想说安静下来 仔细听听看 可是 无论我有多么的想要听个清楚 寻查声音来源 但就是一直无法证实 那个怪声音的确切来源 而且我越是想知道 我的耳朵就越痛 就像棉花棒直接贯穿耳膜 直接怒脑的那种痛 可是一开始是我自己硬撑着不动的 但是当我耳朵痛到脑部时 我想叫想动想抵抗 却什么也做不了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 那怪声音悄悄消失 我才跟着睡着 那个声音 一开始超低频的 就好像 你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遮蔽屋的空旷地方 就只有你一个人 面对那个声音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能不能懂我要形容的那种感觉 就是像跌落谷底的那种 对就是跌落谷底像无底洞一样 那声音就一直这样一直往下沉 一直往下沉 听得我都快闷到喘不过气来 直到我开始想证实声音来源时 就突然 超懒受的 声音突然的往上飙升 尖锐到直接灌入脑门 就像铁条瓜铜锣 又突然掉落地面那样 姐 你真的都没听到吗 我狐疑的 瞪着大眼 看着堂姐 没有耶 堂姐对着我 用无奈可惜 又不可思议的语气 回应我 睡吧 好好睡 晚上今天休假 不用上学 我在这陪着你 睡吧 就这样 我安心的睡了 等我睡得很熟悉 堂姐 开了房门 到大厅 把我跟她说的一切 和她看到我的奇怪睡相 嘴里发出的奇特声响 一一说给了家人听 不可能 不可能 妈妈 晚上你听到了什么 现在耳朵还痛吗 有没有哪里感到痛苦不舒服的 没有 我摇摇头的说 之后爸爸对我说 他问过隔壁阿姨和贝贝 那天晚上是否有打麻将 结果他们说那两三天 全家去了苗栗找女儿 没有人在家 怎么可能会有人打麻将 所以说 那天晚上我家隔壁 是没有人的 也就是说 麻将声是不会有的 那我听到的 又是什么 爸爸看了看我 你没事吧 耳朵还痛不痛 不痛了 那就好 不要想太多 之后爸爸往我身上 挂了一串家里神坛求来的 妈祖与王爷 南北斗神君之类的 竹天护身符件 因为那一整串里头 有成橡木 谈橡木之类的 跟两把外观看似小木剑的橡木 还有一枚八卦钳 跟车缝得正正方方 里头装有折叠符 和一张金子兵将符印 写得密密麻麻的 家中供奉的仲珠天明慧护身符 然后爸爸还一边交代 不可以拿下来 除了洗澡之外 懂吗 我点头答应后 拿起红色浮香包狂吸 嗯 好香哦 那是进化安神用的 记住 不可以随便拿下来哦 爸爸再三交代 我点头回应着 真的好香 就像家里的味道一样 嗯 爸爸尴尬的笑了一下 这味道 真的好熟悉啊 啊 我身上的味道嘛 爸爸摸了摸 我的头后说 是安神用的橙香味 这是最接近 珠天扇神的味道 好了 刚刚交代的 又记住哦 爸爸指着指挂在我身上的护身符 所以那晚 我究竟听到了什么 我没来得及问我爸 有天堂姐 半开玩笑的贴在我耳朵旁 不怀好意的对着我说 你那晚会不会是遇到麻将鬼了啊 我听说 家中不走灵肉色 如果有人常常玩一些 鬼怪生前也爱的娱乐 就会在无形中把他们吸引过来哦 久了 当家里没人死 就是他们的天下 那爸爸是不是跟你说 隔壁那几天没有人在家 堂姐再笑了一下 接着说 所以 朱精灵 就接手玩得起来啊 结果 被你发现了 你发现 也就算了 还要追根究底 打打到他们 所以 才被他们 出发了 你爸爸 没跟你说 你睡觉 沾嘴发出怪声音 就是阿飘 我要让你闭嘴 怕你当下说给我听 所以 在你嘴里 放了一样东西 听完 我整个人 就僵硬的站在原地 看着他 不怀好意的笑着 心里想着 到底放了什么 我不敢往下问 就这样 静静的站着 看着 最小的堂姐